台湾大选牵动中美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选在大选前一天 12号在美国会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会谈约进行一个小时 美方告诫大陆切勿拿台湾选举结果为借口 引发台海动荡 而日前美国官员表明美方不支持台独 大陆外交部也做出回应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一条注定失败的不归路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那就应该明确反对台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白宫密切关注台湾大选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12号表示 任何外部干预都是不被接受的 并且重申美国不会选边站 美国媒体CNN10号 则以2024总统大选可能改变世界 但这场选举并不在美国为题 报道了台湾今年大选 分析台湾大选结果不止牵动 美中关系更足以影响世界局势 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12号通过两项有台法案 包括推动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的 不歧视台湾法案 以及台湾保护法案 也就是要求若台湾安全受到大陆行动威胁 美国因全力将大陆排除于G20等国际金融组织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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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